哈喽我是一函 迷迷世界刷怪塔第四期 现在呢就来实验实验 刷怪塔到底成不成功 据说呢刷怪塔是需要时间的 而我只能够在这里干坐着 我就等啊等等 等到好久好久都没有出现 但是我听到了野门宝 野人猎手和爆爆蛋的声音 很奇怪 就是不见他们掉下来 于是我就上去上边观察 在这里呢有一个洞口 可以观察到里面的情况 刷怪的数量啊并不频繁 你们看 我已经看到了一只野人猎手 在那里一上一下的了 你们有看见吗 是不是这里太亮了 刷怪塔那么少 我就赶紧把这个洞口封上 现在我真的观察不到里面的情况了 本来想能不能用卡视角的方法看一看 又只能干等了 我在下边呢又等了好久好久 都等到天亮了 还是没有发现野怪掉下来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我都已经看到了刷石机 出现了不少的野人 下边也会有才对啊 平台上也会刷野人 我就不信里面没有 我就决定进去机器里探索一番 挖开一个口 进里面探探虚实 走进去我就发现啊 爆爆弹在那里一上一下的 然后里面也有野人 你们看 野人还有门野宝 我说怎么不会刷下去呢 原来这里是少放置了四桶水啊 哎呀粗心打意 没办法啦就只能够回上顺序一角 把天花板打开再修剪一番 爆爆弹怎么还没有消失 也不留进隧道里 一发弓箭直接了结 现在在这里啊放上四桶水 应该就可以了吧 放上去之后果然可以了 好啦这一次还是真的完工 把屋顶都封上 现在我就可以安心的刷金面了 可是我发现刷卦塔 吊卦的速度真的好慢好慢啊 偶尔就出现那么一只两只的 你们知道怎么才能够 加速刷怪塔刷怪的数量吗 这样等那么久 我还不如自己找野怪来刷呢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咯 下期见拜拜